好 继续带你看到文化部所属国立台东社会美学馆主办的花东多元音乐扶植的计划 今年是迈入了第六年 那么疫情影响终于在8月4号举办音乐工作坊以及歌谣传创启动的记者会 今年阔及花东两线邀请多位的音乐人来授课 包含入围今年金曲奖的谢雨薇、罗文玉等人来担任讲师 由金曲歌手王洪恩来担任代言人 而这一次新增了扶植团队成果的表演 要让参赛者以及回娘家来起聚欢唱分享成果 疫情影响迈入第六年也是最后一年的花东多元音乐扶植计划 终于在8月4日举办110年花联县音乐工作坊及歌谣传创启动记者会 今年计划活动分为课程类和表演类 包含音乐创作工作坊歌谣传唱金曲奖唱会 以及本年度增加的扶植团队成果表演 并邀请金曲导师助阵授课 报名相当踊跃 那我们花东多元音乐扶植计划是我们文化部的主轴计划 它已经办了第六年也是最后一年 那最后一年这个今年来讲的话 跟以往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是办音乐工作坊跟歌谣传唱班 那还有军曲的奖唱会 这些都是军曲歌手 还有我们今年要把我们以前优良团队优秀团队 我们再请他回来 跟目前的表演团队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今年我们请这个赖胜比赖制作 他来做这个花东多元音乐扶植计划 那今年还增加了一个明歌 因为以往都没有明歌 我想明歌也是一个非常 有些族群很喜欢的 我想我们多元音乐扶植计划 无论今年是不是结束 那以后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这个音乐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来加强 那尤其是我觉得 我们青少年青年的音乐工作坊 音乐创作工作坊 我们这边都可以来做 那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会来编一些经费 我们希望对花莲这边 台东这边的一些 一些这个年轻人 年轻朋友 他能够跟音乐来结合 也认识一下音乐来做创作 不管创作的好不好 那我们都会鼓励他 来做一下音乐的一些创作 那我想这是我们 目前来做的重点 那我们非常感谢 这次我们花莲这次记者会 来了非常多的散观贵宾 我们不能一一的给他们感谢 我就借着我们回转电视台 来跟他们说谢谢 那地方各界的支持 也是我们 鼓励台东生活美学馆的 很大的一个动力 那尤其是客家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 彭主长这边 提供非常好的资源 我们在这边 也好好利用这个资源 也活化这个资源 那这边是一个非常 充满音乐 交流跟分享的一个好地方 我们再次的感谢花莲县政府 花莲县政府 还有花莲县的各界 给我们一些支持 那以后希望多多支持 那这个音乐的部分 我们会再继续的 来 来 来做一些 这个 办理 为什么对这个活动 这么的投入 一方面它是花东的事情 那我身为台中人 身为花东的一份子 一定要全力参与 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赖老师 他的热情 真的 我记得他真的是三顾毛鲁 我这样讲有点保持 但真的是这样 我记得我三年前 他来过 我完全不认识他 第一次在台北的那个华山 他跑来找我 听我演唱 然后跑来找我 希望能够我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第一次 因为看他好像太亲民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给他 然后第二次在花莲 那个 对 东宾 他又来找我 我就心里想 哇 这个人怎么这么气了 不死了这样 后来我就答应他 我就发现原来 他是一个亲密亲密 什么事情都 特别不计成本 投入下去 因为对他来讲 他一直常常跟我讲 他赚的不是钱 他希望把花人的人文 把花人的意思 人与人 之间的连结 把它赚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 我想音乐 体力 所有的一切都跟人有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 代表这类型台东 那我也希望 今天这个 既然当代人 我一定要称职一点 所以需要我的地方 我绝对全力参与 主办单位为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承办单位为花联县客家爱乐协会 课程为7至10月 疫情影响至7月底后陆续开课 其中歌谣传唱班 于花联开设阿美族客家新住民民歌班 台东则开设布农族客家新住民闽南班 供8个班及招收20名学员 课程结束后将在花东两县各办的一场联合成果发表 另外向胡子团队成果表演 也预计在11月规划花联两厂台东两厂和民众分享成果 让音乐影响力不间断 更多详情可收拾脸书粉丝页 花联县客家爱乐协会 记者长方燕姐安商报导